聯邦新民主黨國會議員關慧晶已發起全國簽名運動 倡議聯邦政府將每年的12月13日定為南京大屠殺紀念日 對於簽名運動引起日方關注不滿 關慧晶就表示定立紀念日是尊重受害者 避免歷史重演 關俊傑報道 對於近期日本官員和日裔組織 針對聯邦新民主黨國會議員關慧晶 發起的定立南京大屠殺紀念日的反對立場 關慧晶就表示定立紀念日不是要針對日裔人士 紀念屠殺的意義是跨越種族的 為何會紀念呢 就是第一尊重受害者 第二千萬不能讓這些歷史再重複 所以他們反對 其實我覺得不是對多元文化發展有壞的影響 而最相反其實對我們多元文化的發展是有一個互相支持的 而當於文化方面來看法除了當然我們中國人有很多人是表示他們支持這個紀念日 但是也有日裔的朋友他們也做了一個小組其實是支持這個紀念日的 關慧晶早前發起的全國簽名運動提倡聯邦政府將每年12月13號定為南京大屠殺紀念日 目標是在10月底之前在全國收集10萬個簽名 11月會在國會提出動議 新時代電視關進結報導 也要提供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